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篇第39集 我有6个YouTube频道 麻烦帮我按一下订阅 如果老外他在写文章 在报章杂志上 或者是电视上 或者老外讲话 如果他用了一个 before the ink is dry 这个钢笔的墨水 在干掉之前 什么意思呢 bring somebody to book 把一个人 把某个人带到书前面 带到书上面 带到书下面 把他带到书上面 什么意思 这个很难念 一般搞不懂 Hustle and Bustle Hustle and Bustle 老外常讲 Nowhere near Nowhere就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什么地方靠近 什么意思 Agg of God Agg 什么意思 动作 上帝的动作 上帝有什么动作 上天啊 神啊 那一般大写 大小写 小写的神 就一般的神 大写的神 就讲天父 耶和华 唯一的神 或者不同的教 回教就认为是阿拉 基督教就认为是上帝 上帝的Agg 他的作为 什么意思 Before the ink is dry bring somebody to book Hustle and Bustle Nowhere near Agg of God 所以在英文里面 这种叫成语 以前叫片语 它的功能等同于单字 只是它字比较多一点 多几个字 也不会太多字 就等于单字 因为表达一个意思嘛 它表达的不是一个句子 不是很复杂 就是一个句子 就是一个意思 叫 这个英文一个单字 也是表达一个意思 所以你说 你背了很多单字 可是你完全没有 没有去背这个成语 那是行不通的 那我们可以用 譬如说 和平协议才刚刚生效 敌对双方就要开战 我们可以把它带进去 Before the ink is dry 那是怎么带的 待会用 待会 例句 那个顽皮的男孩 因为打破窗户 被处罚了 那跟着有什么关系 我们到来造句用到这个 Bring somebody to book 乡下人不习惯 城市的忙碌生活 Hustle and Bustle 用这个 成语 那小女孩并不聪明 我们可以用 Nowhere near 我们这边只是举例 所以我最讨厌 很多视频 或者很多书 或者什么 什么 什么地方 这个字要怎么讲 就是你可以讲例句 但是你不要让人家 以为说好像 我讲的就是标准单 你跟我讲的不一样 就不对 很多视频 就这样讲 这样讲 记住我 应该怎么讲 应该说 我这是一个举例 你这个中文 你可以用这样子英文讲 或者英文你可以用中文翻译 但是 就这个意思 但是有很多表述都一样 这只是一个范例 这样比较好 因为语言是活的 挑挑大陆通我 千万不要让人觉得说 英文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没有说这句话 一定要这样讲 这个意思一定要用这个字 所以我以后会开一个视频 就是说 同意字 就是 不管动词名词形容词 你表达一个意思 它很多字都可以用 所以语言就是很丰富 所以这个文学家 作家小说家 他常常可以 对相近的一个概念 可以用不同的字 但你说哪个字最好 不一定啊 意思都差不多 当然精确讲 是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就是语言的丰富 比如说你说 这个很聪明 你一下用这个字 一下用那个字 一下用genius 一下用smart 一下用intelligent 都可以啊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如果有人说 聪明是smart 那intelligent就不是吗 对的 genius就不是吗 都很聪明 所以我们要切记 语言它没有标准答案 它是一个沟通 它是一个丰富心的 那地震火灾呢 非人力所能避免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anchor guard 这个来 来这个 来做一个句子 好 那我们先看看 什么意思呢 before the end gets dry 墨水 在干掉之前呢 什么意思呢 changes that occur 就是一个变化发生 immediately after 就在什么之后呢 在agreement or decisions made 就当我们签了一个合约 签了一个条约 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刚租 没多久 事情就变化了 你跟他 我一决定什么事情 马上就变化 我决定 要到美国去度假 就美国 哦 杀手好严重 而我决定到土耳其去 土耳其昨天发生 结果 刚刚发生第一车 我决定说十分钟发生第一车 不能去 就是 计划 赶不上变化 就是事情变化很快的意思 bring somebody to book 就是punish 去惩罚 惩罚一个somebody 他缩写 somebody 一个人 为了他 为了一些事情 为了什么事情 he has done wrong 他为了 为了他做错的事情 出发啦 那出发那你就punish就好了 不是 语言就是丰富 他 他就喜欢用bring somebody to book 习惯了 就像我们 我们常讲四个字的成语 那老外说 拜托 这个很累啊 学中文就很累了 你们就 评不止续嘛 就用很多单词去讲嘛 你就说 头发 秃头就好 你讲秃头嘛 你干嘛讲童山啄啄 很累嘛 你就说 你这个很手心用 就不要讲赢我千金嘛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就说文章写得很棒 你不要用一字千金嘛 对 那不行啊 那我们就习惯了 对 我们就是用四字成语 就是会增添语言的丰富性 那外国也是一样 那我们都习惯用成语啦 邂逅语啊 里语啊 还有流行话啊 对不对 这个不错诗啊 哎 这不好 我习惯很流行啊 很好啊 我讲很好诗 我现在讲不错诗 很流行啊 不二棒啊 接地气啊 很棒啊 有一个丰富性 所以 老外常用这个 常用这些成语 但你反对 反对无效 你要融入 那你不能说 你用你的 我就是不记 我对成语没兴趣 我学英文很累 那你就是 你到外国去你就很累了 你看英文书就很累了 所以我们因为 学英文要全方位 学英文很痛苦 很困难 可是呢 我们可以 事半功倍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简化一点 这是我 这个出视频的目的 所以我们讲英文呢 你没办法说 一步登天 世界上没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可以缩短它的痛苦 增加它的效率 这是可以办得到的 就像你练武功 人家练十年 我们练五年 有同样的效果 这是可以的 但也不能说我练两个月 就等你十年 那就不可能 那Hustle and Bustle 就是Energetic 就是充满活力的 充满精力的 and confusing activity 但是 有点无头苍蝇 comfusing 就是不是 就是不是很有章法的 这 我们有很多字典 翻成熙熙攘攘 就很忙碌 或者无头苍蝇 在忙 nowhere near to far from 就是离什么很远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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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说 差的远 中文用差的远 这样比较贴切一点 nowhere near 根本 离靠近呢 还远的很 远的 远的很 差多了 Echeguard is something that human beings cannot prevent or control 就是人类 人类 人类 那是human beings 那为什么加S呢 这是人类有很多种 非洲人啊 黑人白人红人啊 黄中人啊 阿拉伯一大队 不能去预防 或者控制 就是上帝的作为 就是天灾啦 人祸是人造成的 那天灾 人控制不了 人或你可以说 皇帝啊 国王啊 总统啊 或者是政治家 好好做 可能战争可以避免一下 老天没办法 他说来就来 洪水地震 风灾 没有道理啊 没道理说来就来啊 不来就不来啊 来了就来了 你搞不清楚 所以 上帝的行为 我们天灾 before the ink is dry changes that occurred immediately after an agreement or decision is made bring somebody to book punish somebody for something he is down and run hustle and bustle 这个都是 你不要念 whoso and bustle 你说 我们看字就念intra 英文它的单字字母呢 跟它音标呢 真的乱七八糟 真的没什么规则 你如果说一定要弄一个规则 那就完蛋了 就没 没这个规则啊 就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啊 不断的去了解才能应变啊 但是 你可以 你说用个电脑程式 可以啊 他把每个字输进去啊 可是你说人不是电脑啊 你说人 我说 哎什么字 什么字母就讲什么发音 那完蛋了 那没这回事 他念hustle 就是不选择 带额的音 hustle 你不要念hustle 你不要念whoso 他是hustle hustle 就像我们好像讲很hut 用那个音很近很hut hustle and bustle 就 energetic and confusing activity nowhere near far from agregard something that human beings 这个been很难念 他不是human being 不是 human being 因为他有两个I 他的这个这个音标呢 我们这没有标出来 第一个是e 第二个是e 两个不一样 他先是be 然后in 所以这个字很难念 human being 如果你念长音 human being 也不对 你用短音human being 也不对 他是先长音再短音 先是e 再是in human being 很难念 can not prevent or control 但是老外列的很漂亮 human being 你就念不出来 但是你像知道了 那可以多试一下 你就念得出来 我们一般 亚洲念human being human being 老外列的human being 那我们开始造句 和平协议才刚生效 敌对双方就要交战了 开战了 开打了 the anger was barely dry and the peace agreement when fighting broke out again 墨水签约的 签和平协议的 墨水才刚盖章 章还没干 或者章 那个印尼 还没有干多久 战争就爆发了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战争了 以前那个巴黎协议啊 一大堆的 这兵钢签约都没有打了 所以那个以前 越南呢 美国呢 越南北约 钢签 比如说要圣诞节啊 什么钢签 马上就打了 这兵钢签完 比如说几个小时 一天啊 那边就开打了 the anger was barely dried and the peace agreement when fighting broke out again 那个顽皮的男孩 因为打破窗户的玻璃 而被处罚了 the naughty boy broke a window and the bee bound to book 那这个英文里面呢 book 当这边小写啊 大写就是像圣经 或者一般书就是 法律的书 就是带到书上去 前面去认罪 法律的书 面对法律的书 或面对圣经 认罪 把你带到书前面 你看书上这样写了 不可随地大小便 不能打破冲子 你看书上这样写了 跟他认错吧 the naughty boy broke a window and the bee bound to book 所以我们以后就知道 带到书前面 就处罚了 比如说中国的 带到祖宗祠堂 带到祖先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领位前面 认错 跟祖先认错 所以那个 你看像清朝皇帝 那个清朝的去 皇帝认错 皇帝有时候也要认错 到天坛 祭天到天坛 认错 也像那个列祖列宗认错 他不能像老百姓认错 也不能像大臣认错 也不能像大臣认错 也不能像他的什么妃子 甚至不能像他皇额 那样的 要叫列祖列祖 要跟男的 不能跟女的 不能跟同辈的 那乡下人不习惯 城市的忙碌生活 people from country 你不要说是国家 country也是国家 也是乡下 所以很多字要看上下文 所以一个单子出来 什么意思 不知道 要看整个文章 所以以前的考试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考试是最糟糕的 这种选择是非题 当然最好是 一对一的 我跟你绘画 或者斜篇作文 或者翻译 这个最准 对对 可是那个 因为人力啊 人力不够 所以用电脑月卷 最好圈圈叉叉是非 可是那个是 考不出实力 譬如说你多艺 考九百九 托福考七百 那很棒 但是你可能 你可以考很多次啊 你可以考古题做很多啊 你可以想办法破解啊 那我们譬如说 这个是不好听的例子 你一个考满分 很棒 就一到美国去 他说 你怎么不会讲 你不是考满分吗 怎么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反应这个听力也不行 那考试的时候有听力啊 那考古题听很多啊 考试很多啊 可是应战不行啊 那搞不好老美 他去考 他也没考满分啊 搞不好多艺 是吧 考个九百三 托福考个六百五 他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 也没有满分啊 考不过华人 华人问满分 没用啊 那考试啊 所以老外最好是 当面绘画 一面讲 所以那个很多 所以很多那个老外就是 他那个你一到外国去 他先跟你面试 先跟你聊一下 那决定你要不要先念新修班 新修班叫语言班了 还直接去念 people from country are not used to the hustle and bustle in the city 不习惯 乡下人不喜欢承试你的 hustle and bustle 就是非常忙啊 忙碌 hustle and bustle 都是忙碌的意思 就是一大堆人啊 很忙 就是我们就记住 很忙碌就是hustle and bustle 那女孩子并不聪明 that little girl is nowhere near smart 他离聪明远的很 地震 火灾 水灾 这些 都不是人力所能避免 逃不掉 earthquakes and floods airgo guard 这些地震 地球的震动 土地的震动 就是地震 flood 一大堆水 重坏掉一大堆一些东西 就是天灾 天灾是上帝做的 人力无法挽回 无法避免 这是我六个频道 其实是把我的名字 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把它念一遍 the anguish barely dry and the peace agreement fighting broke out again 所以我们没有念好 broke out一定要念一起 你不要念fighting broke out again the naughty boy broke a window and be brought to book people from country are not used to the hustle and bustle in the city the little girl is nowhere near smart 所以像中英大卷舌 你要念到那个卷舌才有那个味道 smart 你不要念smata 或者提念smata 日本人念smato smart Earthquakes and floods act of God CG C